从里长做起身跟基层服务超过20年的台中市议员郑公敬 考量南区服务案件日渐的增加 因此和立委黄国书决定在南区增设联合服务处提升服务的效率 而这一天也举办了成立大会 立法院副院长蔡启昌跟多位里长都到场来祝贺 祝福他顺利连任继续为地方发声 台中市轮椅舞蹈班为感谢市议员郑公敬平时的协助 特别线上专业演出为活动揭开序幕 郑公敬深耕基层服务超过20年 考量南区服务案件数日渐增加 因此决定和立委黄国书攜手成立南区联合服务处 希望提升服务效率 那么现在最主要南区有很多未来要建设的 包括我们铁路高架化以后 我们的绿郎一定要赶快完成 还有五前站还有大庆站面临13期很大的延宕 所以说我跟国事委员会全力让13期 在这边要服务更多的选民 那这几年我们看到台中市东南区的进步跟发展 那在基层我们都需要向郑公敬议员 这样子实实在在在基层为乡亲打拼服务的好议员 那今天我们在南区设了一个据点 我们也希望可以更深入的服务南区的乡亲 2 1 强调许多南区重大建设 像是绿川二旗工程 新大水岸大学城计划都在发展进行中 由于过去只有东区有服务处 南区民众得周车往返多有不便 现在多了服务据点 不但更能贴近民意 也能究竟处理 这天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也特别到场祝贺 电工程议员他的服务热忱热心 然后这个乡亲很爱戴 他总是把乡亲托付的任务 当成最重要的使命一样 奋力把它完成 所以我觉得台中市议会需要郑公敬 这样刘一喜这样的议员 在市议会替我们最基层的 最弱势的乡亲来发声 一首保姆的新声唱出台中市托育人员发展协会 对地方明代的感谢 不光是托育协会 现场多家民间单位和社福团体都到场立挺 希望地方明代能继续为民喉舌 争取更多地方建设 记得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